我是陳善盈 Angela Chan 今年二十歲 現在在美國的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讀書 最大的夢想就是把我這一份興趣 對音樂的一份愛可以傳達到世界不同的人 小提琴是我的生命中最大的一個部份 除了家人 音樂這個渠道 我看到世界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這樣告訴其他人 其實如果你是有夢想 就要一直堅持 因為你堅持之後 一定會有一個成功 我開始學琴是我三歲的時候 那是媽媽教我 就是拉小提琴這件事 一開始就不是我先選的 是我覺得她選了我 為什麼呢 是因為媽媽先給了這件事我 因為我媽媽是小提琴老師 她從很小就開始教我陪著我 除了我媽媽 我公公和我婆婆都是教音樂的 公公是一個彈奏的歌手 婆婆就是一個唱的教授 在我媽媽肚子裡 已經是有很多音樂的影響 就是這樣 每一個都是她自己很獨特的聲音 我是比較喜歡小提琴的聲音 因為我覺得她很優雅 真的很好聽 本身其實我自己的聲音 都是高一點 所以可能跟這個小提琴 有更加多的默契 是 第一個階段就是 在我五歲到十二歲 在香港人學院讀書 從十二歲到十五歲半的時候 就在北京中英文學院讀書 小時候最加困難的時候 應該是七、八歲 有一段時間是 每天都哭練琴 每天都哭 小朋友小時候都是想玩的 誰想不斷練琴 小時候要打基本功 其實要每天練很久 小時候就覺得 為何要練那麼久 就很不開心 其他同學和朋友 他們都會學不同的東西 或者他們都會有 大量的時間去玩 他們不太明白 為何我經常都會為了小提琴 走來走去 別人的不理解 會讓我覺得很孤獨 我覺得自己不是天才 我只不過是 在音樂這方面 真的有很大的興趣 而且長遠來說 如果你不努力 那些天才的部分 就會慢慢地被埋沒了 在北京那段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很不開心的 因為其實你練琴的時間 是完全是你一個人在琴房 沒有其他人去幫你 或者陪著你 雖然我很不適應那個環境 但是因為有那個決心 將這個東西 變成我的中心的腦 所以就一直都堅持著 參加比賽一定會有壓力 因為小時候參加過很多不同的比賽 相比之下 其實對比賽這個場面都不陌生 但是我覺得 如何去面對壓力 就是將這個壓力 變成一個動力 我剛剛11月 就是德國比賽那一次 最後的最後一回合 是拉一個 Mandelson的特殊勞 我婆婆以前是 出場地 她中間有一段 就是場地獨舞 我幫她伴奏 我婆婆在那段時間 是過了生 因為婆婆那時陪我去北京讀書 那時我拉過一首歌的時候 我會想起婆婆 那當時的心情 是很難以形容的 是 是 是 那除了 因為真的很喜歡這件事 一直堅持之外 其實 家人一直都很支持我 那我覺得 雖然我自己很喜歡 這樣事情我一定不會放棄 但是家人的支持 更加 抑禮到我更加去努力 對我來說 可以在台上表演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技術放下 但其實很難 因為技術的準確性要求很高 你要為了表達音樂而完全放下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很難做到 都有想過除了小提琴我想做甚麼 可能會想學做廚師 因為我喜歡煮食 但目前為止我一定是小提琴 因為小提琴而帶了我去那麼多地方 即是從香港到不同地方比賽 或者去表演 然後到北京又到美國 我覺得是因為小提琴 我才會有這些機會去認識世界 我想世界看到我是一個很情感豐富的人 可能在我的音樂表達方面 我想將我對音樂的熱愛 都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這樣 我二十年的人生中 覺得最幸福的東西就是 有音樂一直陪著我 還有家人一直支持我 我對香港的感情是永遠都不會變的 那種感覺是雖然很擠迫 但是很鎮定 始終說真的都是香港人 都是覺得自己家裡是最親切的 香港都有影響了很多 包括那種挑投效率的精神 在香港人的程度 這也是最心有的 多久 那也是很正確 在香港人的地方 真正正 我得答應 你自己說 至少 也是 dag 你 個 其實回來香港最想做的樂器 除了表演來說 我最想做的是慈善 我想可能拉給一些老人家或者小朋友聽 每一次比賽都會寫是從香港 我覺得香港是我覺得很自豪的一件事 成員 我成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